习近平收紧对中国央行控制李克强推翻央行意见危险信号 12月9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央行从来没有像西方央行那样在政治上独立过但他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仍然享有特殊的地位 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金融业的整顿正在侵蚀这种地位 本周早些时候在担心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高层领导的压力下 中国央行宣布调降银行存款准备几率 这时地长为银行发放贷款提供了更多现金 此举与中国央行几周前发出的政策信号相佐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正在受到北京的评释 这是习近平为恶势经济领域资本作用所采取的一部分举措 在习近平的中央巡视组巡视的所有金融机构中 中国央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中央银行监管着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系统 尽管在做出诸如利率等重大决策之前 中国央行需要获得政府高层机构的批准 但随着中国市场变得更加成熟 影响力延伸至全球 中国央行多年来一直努力在国内外投资者中建立信誉 最近几周 来自中国最高反腐机构的纪检人员 到访了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中国央行总部 听取过此事简报的官员说 检查人员询问了问题 审查了文件 并传递了一个异常严厉的信息 北京不会容忍任何有关央行独立性的言论 中国央行就像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门一样 都要听从党的指挥 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约25家处于中国经济核心的金融机构 正在接受中央检检人员的询释 这些检查行动始于今年秋季早些时候 当时中国政府正试图解决高层领导人所认为的 对科技娱乐和教育等行业监管不足的问题 并减少中国经济对债务推动的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 知情人士称 部分检查重点是这些国家金融机构是否与私营企业关系过于密切 或中国央行等监管机构是否一直属于低房私营企业带来的风险 比如由科技亿万富翁马云控制 目前陷入困境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 以及负载雷雷且濒临崩溃边缘的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 中国央行对房地产贷款的收紧时欢迎态度 中国央行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央行官员所说的政策纪律 并一直认为放松信贷只会加剧投资性泡沫 即使目前无法获得新贷款的中国恒大和其他开发商的违约威胁令市场震荡不已 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思想孙国锋在10月份仍试图大销市场对中国央行将下调银行存准率以降低银行放贷难度的预期 孙国锋在10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从整个四季度来看 银行体系流动性供需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这意味着央行没有必要大规模注入流动性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此表示关注 野村分析师在10月17日给投资者的一份报告中曾表示 他们预计第四季度不会调整准备金率 此后几周 中国领导层面临着平易房地产行业动荡的压力 房地产行业现在有可能严重削弱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 中国领导人的一位高级经济顾问说 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扩张速度远低于预期 仅为4.9% 这导致最高层领导人决定加强对经济的扶持 尽管中国央行倾向于维持较为保守的政策立场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和奥尔基耶娃进行视频通话时承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以支持经济 这一表态几乎推翻了中国央行早些时候提出的指导意见 中国官媒录制的这次会堂画面显示 中国央行行长一刚坐在现场 认真做着笔记 三天后 中国央行宣布降准 尽管中国央行总是谈论政策纪律 周小川领导的15年里 中国央行成为治理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主导力量 因而常被公众称为央妈 周小川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家之一 他认为央行在制定政策方面应该更透明更自主 凭借政治智慧和技术专长 周小川成功的推迟了五年退休 并在任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在海外的更广泛使用 这位他在中国赢得了人民币先生的称号 周小川于2018年退休 他在任期内与另一位众所周知最市场友好的官员刘鹤合作 刘鹤现在担任主管金融部门的副总理 这两位官员一同提升了央行在中国政府各部门中的地位 使央行能够抵挡住一旦经济增长面临压力 其他政府部门就会要求打开现在闸门的压力 康纳尔大学经济学教授IMF前中国区负责人Swar Prasad 称 在推动金融自由化和更以市场为导向的货币政策矿价方面 中国央行取得了适度的自主行动权 Prasad 说这种业务自主权的概念现在正与中国政府对经济更具勤劳性的角色发生冲突 他还表示中国央行正在输掉这堂较量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地点监察人员已表示 根据巡视中反映的线索 已对负责金融稳定的前央行高级官员周学东展开调查 遭到调查的还有另一名前央行官员 参与中国央行对金融科技公司监管的王永宏 无法确定周学东和王永宏英和受到调查 周学东目前任国有金融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记者无法联系到他们发表评论 中国央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回复相关问题 近年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其他央行很重视完善在利率和其他重大决策方面与市场的沟通 这增强了这些央行在投资者心目中的信誉 在美国美联储也面临着降低的政治压力 特别是在川普执政期间但仍顶住巨大压力坚持独立性 中国央行尝试效仿西方同行对投资者的诉求做出更积极反应并改善与市场的沟通 若央行权威受到侵蚀就会削弱其传达的信息对于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意义 在上个月中纪委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中纪委驻中国央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家爱表示 纪检组已经到央行系统讲授党课以加强中共对央行的领导 徐家爱表示表示过去一个时期金融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基础薄弱 金融特殊论央行例外论倾向付出 一些参客的人士表示会议传达的信息是 无论央行努力维持核总宏观政策纪律都要服从于中共领导层的需要 时刻新闻编辑播报